他们现在已经平稳了,搭载着手机患者分别从协和医院、西医院和武汉市医医院转移到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这些患者手上都提着大包小包的社会物资,而他们都是自行走下救护车,而走进病房都叫醒。 我们看到有不少的患者现在正拿着手机正在拍摄医院外面的一些环境。 他们将会在这里入住这里的扑压隔离病房并接受下一步的休息。 那么,我们会在这里给大家收拾一些什么工作的事情。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